这个被六个黑人包围住的女孩 是来自中国的梁小静 在身边都是冠军的情况下 梁小静电动马达爆发 直接吓坏了对手 保持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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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 小五静 这直接就晋级了 非常精彩 梁小静应该第一枪 就把自己最好撞台给拿出来了 这是众星云集的 2019年多哈田静式竞赛 女子100米玉赛 七个赛道里 六个全是黑人选手 那中间唯一一抹红色的身影 格外美丽动人 现在这个满脸微笑 充满着黄种人气息的女孩 就是咱们的宝藏级别的选手 梁小静 年仅22岁 就闯出中国女子田静的一片天 获得了多项短跑项目的冠军 还不满18岁的时候 就在南京青澳会上 以11秒65的好成绩 夺得百米冠军 简直是从小跑到大